好,我们现在开始JQuery里面的最后一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基本的部分已经在前面介绍过了 如果要了解JQuery的语法 JQuery的概念它combine了HTML、CSS、JavaScript 它们有更精简的语法来开发Web前端的网络应用 但它这个核心Library并不大 但是仍然还是有相当多的开发的延伸空间 所以就有JQuery UI跟JQuery Mobile这两个我们可以使用的 有很多很多效果,不需要做起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JQuery UI是什么? JQuery UI也是一个JavaScript Library 那它提供一些动画 然后呢 让我们直接用高阶的一些Widget 直接在... 它本身就是用JQuery的Library来做的 然后它产生一些所谓Thinable的Widget 这等一下我们会再介绍 什么叫Plugin、什么叫Thin 那它写好了这些程式,产生这些效果 让我们来用 那这些JQuery UI的这些Widget呢 它都可以用一个这个机制叫ThinRoller 等一下我们也会看 ThinRoller这个机制 所以我们不可能要把所有的效果都对Library加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那就太大了 所以还有一个选择的这个方法 那在网路上选择 然后打包我们打包 打包了以后再下载下来 那如果我们要有一些是它Default的一些CSS的东西 那我们自己还可以再加上去 我们自己还可以做修正 所以是很弹性很Powerful的一个 这个我们真正做开发之后可以用的一套Library JQuery UI 那我们先看一看有哪一些功能 我们可以用的 这个是JQuery UI 等一下我们再看怎么用 我们先看看有哪一些功能 这是JQuery UI的那个Official的这个网站 我们看看它的Demo 像它这边有一些有关于Interaction的 然后Widget的 还有这Utility 我们再看几个Interaction 比如说我们在互动的时候 这几个常用的Dragable Dropable Resizable Selectable Sortable 我们快点看一下 Dragable 就是要Drag 像这个是这个界面里面 有这个物件 我们想把它Drag 滑鼠拖拉 来动 这就是Drag Dragable 这是一个Dragable的一个 Plugin 那Dropable呢 Dropable就是我可以把这个Drop到 像这一个 这边 这边这个 这个Element把它Drop 像购物车 Drop到这个里面 Dropable Dropable Resizable Resize Resize 就是我们要变更大小 Resize 当然变更大小的话 就 就拉 注意到这个 我们是Web的界面 Web界面 我们在上面 这个 这个 这个元素 我们可以 可以 可以调整它的这个 大小 看看Resize 到什么样都可以 那 Selectable Selectable 就选取吧 那 这么多个元素 我可以选取 选取某一个元素 然后做 选取另外一个元素 选取 选取 那 其实 你要想要花些层 花些力气来写些块 这边它把你写好 就直接用 Sortable Sort Sort 用 那这个 这个已经Sort 好了 这个 直接已经Sort 那 Widget也有一些 刚刚这是Interaction 那还有一些Widget 我们再看一下 Widget的话 这个 这Accordian的 Widget 我们 选到了 就是展开 选到了 就展开 这是Accordian 这个 这个Accordian Widget 那我们也常常碰到这个 这样 效果自己做也蛮辛苦的 当然都可以做出来 但直接用它的就很方便 Autocomplete 这我们常常用到 Autocomplete 打一些 打一些 后面的 后面的 自动帮你做延伸 对不对 像Google 这有两个 G 或者H 有哪一些 自动帮你 Complete 你要选择 Python 选择什么 那自动做 Complete 这个动作 比较特别的一些Button 或是 Button Submit Button 或者这些Button的效果 都是 都是 那 Daypeaker Daypeaker 就是日历 日历的 你如果要 写个日历 也麻烦的 但是 同学 专题要做行事例 那 那 那 这个 Pyker 就选 几年 几年 几月几日 他都是从现在开始 选择哪一天 那 这就很方便 不然我们要做一个 做一个这种界面 就很啰嗦 但是我们要选的话 这个就帮我们选好了 就很方便 Dialog 也是 Dialog 的Widget 就是 我们要 要产生 Basic Dialog 这个 Default Dialog 那 你可以看 你要什么样的 你要什么样的 Dialog 这个 Checkbox Radio Sindirect Tax Area 等等 那 那我后面大家看 选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 有不同的 这个 加上Think 不同的这个选法 Progress Bar Progress Bar Progress Bar 就是 我 我这个 我现在 现在 像有的时候 我们下载了多少 Progress Bar 那 它也是可以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 这里面有看它的动态 我们可以动态的来 来显示Progress Bar 到底进行了多少 Slider Slider 那也是常常用 Slider就是我们在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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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现在 变成多少了 常常有这个 情境 或是我要 我要选取 白天要选取 我个范围 用Slider 来做 这个 很好用 这块 UI里面的 那 Tap Tap 就是我们 像很多 现在新的 那样管理系统 就是很多这个 Tap 像我们在 出口里面也是 整个我们在 在学习里面 很多的都是 用这个 Tap 的方式 Tap 的方式 你可以把很多 Information 藏在这个 Tap 的后面 设计好Tap 那你就可以 使用这更方便的 在界面上面 存取 好 那这个是 Widget 的部分 那在 Effect 的部分 Effect 的部分 Effect 的部分 像有一些 Colored animation 这个 这个 Togger Togger effect 就变大 变小 这个 Animation 就是 我们刚才前面有看过 那个Animation 好在 我们自己写的话 就是 用 用这个 这块里面的 Library 直接写 那这个 他写好以后 你可以 Tap 当然 我们也可以自己写 因为他 加上一些 Tap 的一些 特别的一些 细节 在里面 所以 这更方便一些 Togger 我刚才看到 是Togger Togger effect 我们看 继续看 Togger 刚刚是 Togger就是 变化 刚刚看到的是Togger 这个 Togger是两个之间的变化 那 我们要Add一些class Remove一些class 这都可以了 要 要 Add一些效果 Remove的 Remove的 Remove一些效果 这个 增加一些效果 这个 等等 各种不同的效果 这个 嗯 然后 Remove 一样 Switch class 这些都是 很快的看一下 这样 这样 Switch 然后 High Show 我想这些 我们就 Effects看看 这个 各种 blind 好多的bounce 这个 这个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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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light 然后 动态 动态 一点的bounce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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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ide in slide out fold fold 就是 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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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 摺跌 所以这些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这些 这些 效果 所以效果 Widger Interactive 而且Utility 位置啊 位置 要变换位置 这边都可以 变换到 center 等等 top 要向 置中 要置什么的 都可以 位置的调整 所以很多的 所以我们这个 就把它效果很快看一遍 那后面我们就比较快了 好 所以它 给我们很多的 功能 draggable draggable 我们刚才都看过了 effect pock high 我们直接都看过了 Widger也是 Widger这些效果 我们刚才都看过了 好 那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样开始来 使用这个jquery的 Ui 那我们使用这个jquery的Ui 基本上 第一个我们要download它的library download library不是 不是直接就去 跟那个 使用jquery一样 直接去把它那个 下载一个答案 下来就可以 你要去选 你要去选 你要下载什么东西 你要下载什么component 什么thing 什么版本 所以 所以 这边有两个 可以直接去 一个英文 一个中文 可以直接从他的jquery UI的 这个 ganistan 你真正 让你要从这边去 这两个文件 然后去下 去选 选你要的thing 我们去看一下 中文的是 写了一个block文章 你可以去 参考一下 那这边就告诉你 怎么样去下载 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 选取版本 选取你的thing 这个 然后打包下载 基本上是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过程 那 那 那下载了以后呢 那你就 link它等等 那这个 版本 css 就照这里 到这边 你的jquery版本 jquery UI的版本 等等 那javascript 譬如你要用的时候 怎么用呢 比如说我叫用 datepicker 就可以 一个date datepicker 我们刚才说 有一个那个 日历在那边 直接pick up 这个 日期 好 那 那 那 UI的plugin呢 那它的 呈现的形式 要怎么呈现 那 这里就是比较 更进阶一点 那 那我们要知道 有一部分是 它基本上 它都有两个 layer的 这个style information 一个叫做 标准的 standard的jquery ui css framework 另外一个叫 plugin specific style 也就是说 每一个这个 jquery UI的plugin呢 你可以用一个 大家都 就是标准形式的 这个 css 那 那有点像是default 就是说 这个 呃 就是说 这个 这些 wg里面的 header啊 content area 这些 它们都已经 所有的wg里面 它们都不都一样 那 大家 所有的uisa 都是用同样的 这个css 那 这是标准的 部分 那 那 如果我mouse 在 到这些元素之上的时候呢 或是 那 那它就 它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 那大家都一样 这个 那这个 叫做 thimming 这个 可以 那如果说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 呃 那 那这些thim呢 就是定义在哪里 定义在thim roller里面 那这些 我们刚才看到的 呃 这些 css